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梦想人物的单元 好的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一位呢 虽然不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年轻了 我们这个年轻的有什么国小的 国中的 但是的话他也很年轻 才刚刚刚完兵回来 所以我们待会要跟他聊一下当兵的趣事 因为他才当12天兵 为什么要当12天兵呢 因为他是国手 他是什么样的国手呢 我刚忘了问你这个叫做什么样的国手啊 他是网路安全的技能竞赛国手 哇网路安全的技能竞赛国手啊 OK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呢 是嗯 你大家常听到骇客骇客啊 有黑帽骇客白帽骇客 白帽骇客呢是充满正义感的啊 而运向是那个 漫威里面的英雄角色的那种白帽骇客啊 到我们的现场来他叫高敏瑞Miko OK Miko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嗯真的 我刚才知道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邀他的时候 时间有一点一点啊 要稍微瞧一下为什么呢 那他一直有那种难言之隐的感觉 我们就不晓得难言之隐是什么 原来是因为他去当兵了 头发剪短了 OK 所以你是因为头发剪短 所以才戴帽子吗 啊 没错啊 不是因为你是白帽骇客 所以要戴白帽子 没有没有没有 白帽骇客是抽象的啦 是什么啊 我刚才开玩笑 你是白帽骇客是谁戴白帽子 你有戴过黑帽子吗 还是当然有戴过 对啊 OK OK 好 那所以 其实 头发长长了 蛮快的啊 我自己觉得算很慢 因为以前真的头发很长 真的啊 真的 你头发很长的啊 很长 会流到韩系六四分的那种 真的吗 对 现在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 可是这样的也还蛮好看 诶 人家韩系的也有那种剪很短的好不好 我可能驾驭不起来 你喜欢流长的流行的 嗯 OK OK 好所以呢 你什么时候当兵 当完兵多久 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对到现在大概才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 其实很短 可是诶 所以等一下 他头发长得真正长得还算蛮快的 我觉得 OK 但不论如何 我好奇的是 为什么只当十二天兵 所以当国手都有这种福利哦 呃对我们当国手可以去申请十二天的补充兵 啊这叫补充兵 所以所有国手嘛 各式各样的国手 跑步的啦 呃举动的啦 呃然后呃这个资安的啦都可以 对 只要有被纳入这个国手的标准 就可以去 当这个十二天的补充兵 那请问十二天做什么呢 你有贡献所长吗 其实十二天基本上他 安排的每个营区都不一样 但我们的话比较少去进行很多 你可能会想说 哎军事演练等等 对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 就是利用你的专长啊 对不对 就像是先前不是有那个替代艺 也是运用他们的专长吗 这也还蛮好的 但十二天其实很难发挥到所长 所以你要去自己争取 班长就会问说 有没有科技相关的人才啊 我说哎急手急手急手 他说好啊跟我来出公猜 呃结果呢公猜是什么 你有跟他们进行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也是啊 红军蓝军的演练啊 因为两岸之间兵凶战 可能在里面差远了 就是Kiki资料啊 然后对协助报告撰写等等的 是哦 对 所以你本来会有一些期待吗 如果你就一个资安国手的角色 去当十二天的替代艺 他可能也会担心你接触到一些机密吧 是不是 其实还好哎 就在里面的话其实就是当做 就是大家的十二天补充兵就来自不同 因为他不会只有国手 他有各种不同的原因的十二天的兵种 都会大家会一起训练 对 这样子 OK 我那一期大概就一位国手 就是你 对 就是你 OK所以因为就是补充兵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对 国手只是其中一个 是 OK好吧 我刚刚在开玩笑 聊说那十二天能干嘛呢 不像是不像是一个夏令营吗 结果Miko说对啊就会像夏令营 对 大家都会说你不就去参加夏令营吗 然后就实际上 其实没有到那么夏令营 而且十二天真的还是有一点短 对 对啊是蛮短的 但其实在里面每一天都会觉得好像在过每一年 真的吗 度日如年 度日如年真的是 真的 因为对你来说你可能就是多半的时间 就没有说因为你刚描述起来真的蛮无聊的就是了 嗯就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真的吗那你本人想做什么 你平常在我的意思说你你会因为是国手 就是你呃可以不当兵 所以你会这样子去争取国手的资格 还是会就是其实国手的这个补充兵的条件是比较后来才说 诶这个近人竞赛的国手也是可以纳入这个补充兵的标准里面 然后才说诶这个会是一个诱因 但其实我在这个条件发布之前我就很想当国手 哦这样子吗 对哦 就想说诶有这个东西更好了 哦是吗 就更有诱因了 就又又可以有可能成就感或者光荣感 又可以不要当兵 啊对没错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 呃这份工作几乎就是所谓的在网路世代长大的年轻人 你们一天都不能够离开 网路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当天对你来说最主要是因为你不能够碰手机碰电脑是不是 对很难跟外界有所联络啊 对 你跟外界 你你你跟我就算外界啊 是啊 所以在应该是说12天之中 哦 对基本上要看各个营区有可能有人12天完全是摸不到手机的 嗯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诶在里面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真实世界反而是另外一个世界 没错对 所以你你真的是离不开手机的人 没办法 因为真的是太常接触到网路 然后很多关系啊 很多种活动都会在网路上发生 资讯 对你来说你会去思考人家在思考这种事情 就是说 你多半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那么你真实世界你反而因此没有很 很具用心在这个里头 我倒不会这么觉得我觉得网路世界其实他就是真实世界的另外一种体现 嗯所以就算你在网路上做的事情 你在真实世界其实 跟网路世界是息息相关啊 不会是因为你在网路上发生的 诶到真实世界好像就完全没关系 是这样子吗 那你会疏于跟在深圳的世界里面跟人际互动 我觉得不会 不会啊 对啊 就是很多人想说你整天在网路世界 那你知道在真实世界会不会 跟你在网路世界就是差很多 对啊 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是这样啊 就不会有这种 嗯嗯 好吧 对啊 呵呵呵 好听起来这个蛮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在网路世界当中 其实很发很发光发热的 还可以成为国手啊 是一些很我觉得蛮神奇的事情 所以在你们喜欢 破解这些网路世界当中的各式各样防火墙 平常的年轻人当中 当白暴骸客是大家的很多人的志愿吗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趋势 因为大家越来越注重资讯安全 对 然后也想说与其你放在那边给不好的骸客打 不如让有能力的骸客去帮你做一些好事情 想说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些骸客 他们其实也不想整天是拿你的资料拿去卖啊 他也希望就是说可以合合法法的帮你去检测 你们公司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然后你又可以给他奖金 那张互利不是很好吗 所以你从小就那么会网路 然后到处去破解这个破解那个 你有没有想过要当黑帽骸客啊 其实没有耶 因为可以说到我很小时候 其实就是遇到黑帽骸客 才开始走向这个骸客之路 真的吗 对 所以你是因为被害了 对 哦这样子那么小的时候就被害了 对 嗯好好那么休息再回来聊啊 聊聊那个高敏锐呢 他是怎么样踏上这个白帽骸客之路的啊 怎么样子被害 那时候他年纪多小几岁 马上回来 多小的时候 过小吧 好马上回来哦 好回到蓝宣学金 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今天的暮想人物 白帽骸客啊 这个高敏锐到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继续聊天啊 呃 因为现在的话 资安真的越来越重要啊 当然也就要代表说 骸客越来越多了啊 那这个骸客有各式各样的 有商业上的 有有诈骗集团的 呃 有来自于军事上的 国家安全上的啊 但反过来说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啊 也因此希望道 那一尺是比较高的 比比魔来的更高的 所以就需要啊 这个白帽骸客的存在 也就是呢 要有资安专家 有资安高手 替你呢 守护的这个防火墙 但是一般来说的 资安专家 呃 就第一次 有一个白帽骸客 现身 在我们的眼前啊 所以我们通常看什么小说啊 看电影啊 就很多那种各式各样的人啊 大家看到这个高敏锐 高高帅帅的啊 这个很斯文的样子 哈哈哈哈 那真的是 好那你从小就会想要去当这种网路世界的英雄吗 他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这个可以说到我国小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很喜欢玩一些游戏 嗯 然后就想说 诶玩游戏 因为国小毕竟没有什么 就是把游戏建立起来的能力 然后那时候又想说我们玩游戏都会去连别人的伺服器 然后资源都掌握在别人上面 你就想说我也想要变成那个啊 就是无限资源啊 的一些呃游戏角色 然后你就会想说 就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的意思吗 对 可以有无限金钱啊什么的 哦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被管理员就说 嗯 你想要的话 那你自己嫁啊 你自己把游戏建起来 你就可以变管理员啦 然后就想说 这时候 这我可以讨价还价 你会跟管理员说 我要更多的什么东西这样的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很和和乐乐的一个 社群的一个游戏 是什么意思吗 还没有玩过啊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我即使是国小 还是想说好 我就冲着他那句话 把游戏给架起来了 真的啊 哦 OK 然后我就在里面想说 那这样是游戏需要什么技巧啊 哦 其实那时候你要会懂得 资料库 你要会网路 你要会写网页什么的 我就说国小生 我自己当然会公布 那怎么会 喝得要那你怎么会 但其实后来讲说 其实我看得懂 就是网路上教学都还是有 那些都是中文啊 哦 所以你就是去上网路 你本来是不会的 就硬是去学 对 学了以后 真的啊 那他多久之前学会的 我觉得那时候大概是 国小五年级的时候 大概六年级就有办法 去把这些东西给兜起来 对 那时候学到Google 真的很好用 你有Google 就跟现在的ChatGPT很像 是哦 你有一个东西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我就一直不断的去找答案 这样子好 所以等于就自学 对 自学 所以现在等于 基本上你只要有了网路 有了这个YT 你可以不断的去问问题 去找答案就是了 没错 哦 OK 那所以你降起来之后 然后呢 然后啊 我后来就想说 一个人玩也无聊啊 就慢慢开放给这个网路世界的大家 玩家一起进来玩 OK 对 你有自己设计游戏吗 有 在里面你要设计一些NPC的对话 想说你去跟NPC讲话 那每个人的游戏伺服器 就会有不同的设计的情节 想说看谁设计的比较有趣 就去玩神的 OK 那你的还蛮受欢迎的吗 我的应该算是还不错 那时候应该算还不错 自语还不错 OK 然后呢 所以才会有骇客进来 那怎么说会有骇客呢 嗯 就有一次啊 我就发现 欸 角色的资料库里面有一个 比我的等级还高 我明明就已经是管理人了 怎么还会有比我还高的角色 然后就去网路上的论坛 就那个游戏论坛 想说问一下 怎么会有这个情况 有些时候说 啊 那时候其实超级流行 骇客一直在 攻击一些有弱点的一些伺服器 然后我才发现我是受害者 真的啊 OK 就会主 我就开始成立一个 资安的一个社群 那你的那时候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库上面的一些 呃 设施防御没有做好 像是一些弱密码 然后你的连线又开在外部 哦 然后导致说他们可以直接透过你的预设密码 然后连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修改你的角色资料 哦 那他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要偷你的东西 还是他只是能够进来 他就代表他赢了 是什么 他其实有两个阶段的目的 第一个是先在你的伺服器里面称王 能够达到最高等级 无限金钱 哎呦 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好啦 不过这也蛮爽的就是了 看起来很哇 对很厉害的样子 很厉害的感觉 对啊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称王 对 然后第二个他可能就是想要 然后试试看能不能拿到你的资料库上面的东西 或是说你伺服器上面的档案 找漏洞 OK 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不行 我就成立了一个资安的社群 想说让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手法到底是什么 嗯 起初想说 哎 这个东西讨论出来会不会 你会想着去攻击别人的伺服器 对啊 后来你就会想说 不对啊 你自己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那个痛 哈哈哈 嗯 所以就在网路上论坛说 哎 这个要怎么防范 手法是什么 就全部公开给大家知道 哦 OK 就把你的受害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了 对 嗯 然后大家就发现 其实受害者很多 他们就想说 哎 那大家一起去防范这个问题 嗯 你就觉得 哎 你自己在这个网路世界 在游戏世界里面 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对 帮助很多人去解决这个困扰 所以突然之间 自己有那种蝙蝠侠 什么蜘蛛人 然后那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对 平常可能 你不用穿的蜘蛛人的衣服 那个有点太丑了一点 哈哈哈 太太太厉害了一点 太厉害了一点嘛 所以那时候你小六 对 那时候小六 OK 那你在 这个纠结大家成为一个什么 资安论坛的时候 大家知道讨论的对象 是一个小六生吗 大家其实不知道 就是因为网路 大家都是 大家都不知道互相的生分 是啊 所以就会想说 是不是在讨论都是一些什么社会人士或出工在公司工作的人 其实不是 很多人才发现 其实大家都是什么国小国中生 真的假的 国小国中生那么多 对 那时候刚起步 大家其实年龄相仿 是哦 哎好 那所以从那样子开始 你就是一路的 国中高 你就是开始就一路往那 因为你后 你是念高雄科技大学嘛 你就是一路就往资安的方向走了 对 其实一开始是想说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就是科技业啊 或者说任何城市相关的行业 那时候资安其实没有到 你真的是知道自己要做资安 嗯 然后才想说 哎 看着前辈都是读什么 资工或是资讯科 或是资讯管理系 那自己也是走这条路 嗯 对 然后受这个环境寻陶啊 真的吼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呢 高敏锐他现在的正职 是资安公司里面的红队 红队演练专家 红队演练专家 所以你就红队 你认为一方叫什么队 蓝队 蓝队就防御方 你是攻击方 对我是攻击方 嗯 有没有说攻击方比较厉害 还是防御方 其实 比较少会这样讲 因为其实最终的目的 都是要去帮 那个企业 去了解他们的安全风险 他能不能去 呃 侦测到能够 我们的攻击能够被侦测到 让他们知道 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啊 对 但是攻方跟守方 我觉得可能会逻辑 会很不一样 所以需不需要偶尔 攻守异位一下 其实我们 攻方也要去了解守方 守方也要去了解 攻方的思维 我们就是一直在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是吗 对 OK OK 好 所以呢 从国小五六年级开始 有了一个被害的惨痛经验之后 开始呢 立志要成为白茅海客 到现在呢 真的 这个 如常夙愿啊 那过程当中 到底还有哪些 有趣的故事 而且呢 在这个红队的演练当中 模拟攻击 他发现了我们 最常出现的资安漏洞在哪里 其实有点超乎想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薛徐金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这个白茅骇客 这个现身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 还是高敏锐 Miko 来聊天 我看一个很好玩 就是说 讲到你现在的公司 算是你们什么 总经理 还是你们的总领事老板 他说呢 他们的公司很少会有个客户 来打电话 我们的副总 副总 说会客户打电话 因为客户通常会打电话来 通常会抱怨是不是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 但是他客户打电话来 如果是要称赞一个人 你的副总就说 通常他都会知道说 他们公司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白茅骇客就是 红队的这个资安专家 会被称赞 那就是Miko 所以就这么厉害 就是说代表 所以在 包括你 你现在当国手 就是说拿银牌嘛 所以你怎么要成为一个 厉害的白茅骇客 怎么叫厉害 我觉得自己会想说 你会觉得 你就是全神贯注在这个行业 然后很多人都很全神贯注啊 对 但是我可能会想说 你连生活的形态 都跟你的骇客的思维息息相关 哦 又到这样子吗 对 其实我们骇客 有一称就是说 达人 领域的达人 OK 所以一直代表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思考 都要向你的敌人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有点像是这样 你会不断的在做撒谈推演 是哦 对 OK 所以我们会一直想说 不管你的生活周章 你就会一直去采测 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你会想要什么都了解 他的底细啊 什么的 会比较安全感 是哦 是哦 OK 对 所以你觉得你是因为这样 可是问你客户通常会只知道结果吗 嗯 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喜欢你 你这位 我不知道 就你的服务 为什么别人会特别喜欢 你会想 我可能平常的红对眼镜会想说 哎 我们的目的是去帮客户整体的 网络环境 找到风险 嗯 那我想说 找到风险以外 你还可以帮客户延伸什么出价值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到风险 可能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简单能够解决的问题 嗯 那你可能就可以换位思考 以客户的角度想说 哎 他其实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嗯 那要怎么去跟他讲说 这个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去预防 或是说怎么样的去降低最大的降低伤害 那可能对他来说 哦 这个其实我做得到 不会像是你要把整个问题斩草除根 或是整个城市换掉 那个对他来说 好像负担或成本太大 哦 这样子 OK 你会想到一些比较务实的实际面的问题 就是了 对 换位思考 也是个换位思考 对 就是跟 骇客换位思考 也跟你的客户换位思考 是 哎 这样子不错哟 嗯 这样子 你这个想法还蛮 蛮总 蛮纯熟的 哈哈哈 对 就想说 哎 我毕竟以前也是可能是一个消费者啦 嗯 就想说 知道买方跟卖方的一些 是是是 对 感觉不同的感觉 哎 那你在当国手的时候 拿银牌也是 也是这样吗 就是我都 你跟那么多其他的白帽骇客相比 你的特点到底在哪里 就一个 对啊 一个好的白帽骇客是怎么个 我觉得在国际赛之中的表现 应该是你 尤其是我们是台湾的第一届 我们没有任何的潜力 也没有任何学长姐跟我们讲说 哎 国际赛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 嗯 我们只能不断的去杀盘推演 嗯 然后甚至有一个很好笑的点是 我们看到 我们会拿到国际赛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 场地的材料 嗯 我们甚至是有点觉得说 哦 我们终于看到Laptop 才知道我们比的是 电脑相关的 哦 对 还有说我们会从椅子的数量 然后呃电脑的数量去推算 他们会办什么样子的比赛 还有什么样子的比赛 这样子啊 从椅子的数量 对 你为什么想过说 直接嗨进去看看他的出题 我是想说 诶 可能有没有可能其他国家会这么做 但其实 没有啦 大家都很peace 大家都非常的peace 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那比什么 就比谁比较能够去破解别人的防火墙 还是比怎么样子 呃 防守 其实我们比赛会分四天 就分 可能是 你要如何去调查一台机器 已经被骇客攻击过后 然后你要去追蛛丝马迹 然后去把所有的时间线 所有的行为列出来 看谁列的最准确 这是第一个 哦 就像命案现场的概念吗 对 命案现场 这就是数位见识 哦 数位见识 哦 这天哪好玩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老本行啦 红队眼链 嗯 他就是准备一个像是企业的真实环境 然后请我们每个各个国家的国手 哎 来攻打一下 看谁能够打到最深 把所有的呃 伺服器都攻破 嗯 然后拿到一个叫做flag的东西 就是他会藏在伺服器里面 你能偷到那把像是要死的资讯 那你就会得分 是这样子 对 OK 好 所以呢这个在比赛当中是这样的演练的啊 那这个Miko呢拿到了银牌 但在现实的呃商场上面又是什么样的实际的发生呢 就在你碰到的呃红队呃负责工方嘛 你自己觉得最最得意的 或者说你曾经 嗯 攻击过呃 算是最好的绩效的 或者说呃 最有趣的事情 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以攻破伺服器这一点大家可能会想说 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漏洞 或者说怎么样子的高升技巧去 破解这个城市 攻打伺服器 对一般都这样想 但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说资安的问题 其实会归咎于在人自己本身身上 嗯 我就特别喜欢以人为出发的攻击项链 怎么说呢 这很超像 对 所以就不是技术层面的 不是技术层面 一次有些人可能会将这些他自己的身份资讯 因为社群媒体大家都很喜欢用嘛 对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将一些身份证 或是护照等等的资讯 放在一些网路上 因为你要出国 他就会很开心啊 拍一个护照 但护照能够泄漏的资讯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多 嗯 所以这些资讯啊 有可能又会变成是企业的预设密码 因为有些预设密码会想说 那要拿什么东西当作是预设密码呢 不如就拿身份证 或是生日 生日大家比较容易想啦 那身份证 怎么拿到 对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将这种证照 证书或护照等等的资讯 放在网路上 有人会把它放在网路上吗 是 有时可能不经意 你的身份证后面有条码 他就会拍一下 那其实那个条码就是身份证 你可以拿解码器去解那个条码 他其实就是身份证 所以你一直有些人 他可能不经意的 他可能很开心要出国了 就拍个护照 对 结果就不小心露出一点点内页的角 或是说一个部分 或是条码的一部分 你就可以还原条码了 真的啊 对 天哪 哦 好 那问题是 那你怎么去找到 那张护照的照片呢 对 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真的很用心 将那个企业的每一个员工 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 我们就去找最有可能去泄露 我们认为最有管理权限的一些身份 所以意思是讲 就假设你今天是 害客运人要扮演这个角色 好 所以你就锁定了一家公司 对 你把这家公司里面 拥有权限的这些高管们的名单 通通都弄到了 对 然后呢 就上他的脸书跟IG去看啊 就这样子啊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协助企业去认知说 其实 你的漏洞在哪里 对 就是你要去舒服 对你这样讲 我自己要看你要讲说 比方说很多人要出国了 好开心 然后说我要出国了 几号到几号 然后呢 小偷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类似的概念 所以你就是 就是一般人可能只是分享生活 但是却分享了很多 个人资讯在网路上 真的啊 没错 所以你你你最最最 proud of 的一次就是 就是拿到了护照 对 然后就可以成功 真的登进去一个很高权限的战后 那他真的把护照号码当作他的密码 他是因为公司的策略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去还原密码 那还原密码能够拿到资讯 当然就是不会改变的资讯啊 像是你自己身份证啊 生日等等的一些综合资讯 那这些刚好都可以在他 曝露在外部的社区媒体获得到 对 那对骇客来说就是一个很有用的情报啦 真的啊 对 OK好 所以听完这个以后大家会不会再分享个人的啊 这个生活资讯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还有还有哪些呢 在这红队的演练当中呢 很有趣而且很有意思或者很重要的啊 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是不是有再回来 好回到来宣时金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白帽骇客啊 这个Miko来聊天啊 那呃他现在呢是一个红队呃演练专家嘛 红队演练专家专门要去攻啊 这个进攻呢 呃这个他的客户了 管理客户是谁 是政府是学校是企业都可以 而且负责试试看 他的防火墙搭的呃够不够啊 这个厚够不够强强健 然后哪有没有任何的漏洞存在 他刚刚讲到说事实上很多的漏洞 未必是在你看得到的设备技术面 而是这个在那么多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组织当中 你总有人是弱点啊 那这个弱点的话呢 就会成为呃 这个Miko呢 可以进攻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刚讲社群媒体听起来确实是一个 相当程度的漏点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讲到所谓的钓鱼 据说他们会寄很多的信件给你啊 然后呢就会打开 但现在这一招还管用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呃 我们就讲到就是工房之间 道高一尘魔高一章 现在每一个企业会提醒你说 呃不要去任意打开这些邮件嘛 但你还是有成功过 你怎么成功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资安意识当然是越来越提升了 对大家都会觉得呃你一定要提防啊 钓鱼信件钓鱼简讯 而且相信大家在台湾应该收到这样子的资讯 不会亚于其他国家 我们被迫训练的很那个 诈骗集团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一件好事 因为大家都会一直收到 资安的教育训练 那是好事啊 这个大家真的是防不生防 假如说你可以获得的就是手法越来越多 你就会能够训练自己的越来越防范 对 可是当老百姓这样很疲于奔病 而且通常都要被骗过几次之后才会知道啊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还是会被骗啊 所以我们的成功率才会越来越提升 那好在是因为我们是以红队演练 他只是一个演练 他不会真的让你有什么 我真的是点了这个 或是说输入了什么 真的是什么都赔下去了 对 OK 那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我认为好的钓鱼信件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独门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分享之后会不会被那个黑猫黑客听到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公开啊 那下一步大家就会变得更强 那就会有新的手法讨论出来 我觉得这是坏事 好吧好吧 那你分享一下你成功过的钓鱼信件 我觉得钓鱼信件 他其实就是会跟人人息息相关 假如说这封信件跟你越贴近的话 你就会越相信他 比如说现在最近的节庆应该是中秋节 那假如说我去卫造你们公司 然后说我们公司今年要发中秋礼盒 请点击这个连结进行领取 那输入一些你的员工的账号密码 或是说输入一些你的员工的身份资讯 你就可以去免费领取 那活动因为名额有限 那请你要进行快一点 就是要强要快 真的 所以你就是第一个因为中秋节 第二个因为大家都有贪 不是贪便宜 就喜欢拿好康啊拿礼物 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对 所以就会 那你要的是什么 他的员工密码 对我要的就是他的资讯 他的资讯 对 那么你怎么样仿照 这个自家公司的信件 他一定有一些习惯的格式 因为你都很熟悉 或者他的logo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格式跟一些口吻 是 会不会 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学呢 这个资讯其实我们一般想到 应该还是会从社群媒体去看 有些人还是会习惯将这个 可能是中 自己的一些生活 或者说公司的一些画面 可能是像是最近很流行 Instagram 然后大家都会拍现实动态 然后就会不小心将这个公司的画面 然后放在这个现实动态 那现在又有个东西叫做现实动态精选 可以把你以前的现实动态 放在你的个人的连结底下 那这样骇客就不用在每天蹲24小时 才能看到你的现实动态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永久的文章 在你的IG帳号底下 所以如果是以前的话 就是我这要讲 因为现实动态不就24小时之后就没了嘛 没错 所以你要锁定一个人 然后锁在他的里面 锁24小时 是没错 哇 OK 现在有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就会想说 那我要不要开一个公司的分类 把公司的所有生活 都放在那个分类里面 对骇客来说我很开心啊 你帮我分类了一个 就是很快速可以知道你公司的资讯 你的宝库就在这个地方了 没错 真的啊 那是不好吗 不应该分类吗 他分类的概念是说 这样比较好管理是不是 比较能够让别人快速的知道 你自己的生活 那要怎么去看到你哪一种生活形态 就很快就看到 但有些人会不知道这个隐私的拿捏的范围会是哪里 可能你不小心像刚刚说的 你个人资讯身份证之后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就会已经去避免到 但可能你连拍信件的标题 信件的内容 这都有可能会变成骇客可以仿造的一个样本 哦对 因为每家公司有自己用的字体啦 字型啦 格式啦 包含底下的一些隐私保护条款 或是请删除这封信件 假如说有一些机名资讯的话 对对对 公司还有他自己内部的一些规定 没错 这都是骇客可以去访 让你的骇客的钓鱼信件更真实 在公司里面的一个方法 OK OK 可能我看到这个很好 就是说你还会去学 你会去上设计课程 会去学着怎么办 你的这个邀请函啦 或者钓鱼信件 做的看起来更精美 让人家忍不住就会去想点它 还有这一招的 没错 因为有时候会想说 你钓鱼信件假如做的太粗糙 让别人就会想说 这他能够吸收的东西 就真的只有文字的资讯 那假如说你做的漂漂亮亮 别人就哇 眼睛会先被吸进去这封信件的内容 然后才开始去了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那想说设计这么用心 应该没有很少钓鱼信件会设计的那么 真的很像是一封邀请函的样子 那你设计的当然越真实 那能够受钓的几率就越高 真的吗 好哇 这个真的是 那对于这一些当事的被攻击方来说 那真的是防不身防 对 嗯 好啦 所以从这边得到很多乐趣 对不对 是啊 你会想说 其实钓鱼信件 它应该会是一个成功率很低 因为大家都会想说你会防范嘛 大家都知道这应该不会成功吧 嗯 但实际上其实真的超级多的资案的案例 都是从钓鱼信件开始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 对 好吧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是目前看起来 其实是大家最没有注意到的 但最容易被害客害进去的 其实很多 像是我们很常遇到开发者 像上面的一些资讯 像是我们越来越有一些程式嘛 管理的一些行为啊 在网路上 然后大家会想说 诶 程式 其实程式工程师也有自己的一个 像是社群媒体 他叫做Github 可以把你写的程式放在这个网路上 其他工程师了解 诶你写的程式很棒 我可不可以借来使用 然后这个管理的空间又是免费的 他可以将自己写的程式放在上面 那这时候有些工程师可能会想说 啊我写的程式真的是珍宝 那就放在这个开放的Github上面 那骇客能够锁定到 你是这个企业的工程师的话 我能够锁定的程式嘛 可能就是你以前在使用在公司的程式 是啊没错啊 我就可以快速的知道你的程式有没有弱点 啊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宝库的 没错 所以我们都是从开放的一个资讯去获得 可是问题是现在开放的一个资讯 是一个在资讯圈网路圈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主流的游戏规则 大家都很无私啊 大家要分享啊 每个人都让彼此站在他的肩膀上面 往上进一步去发展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对骇客来说不就是 像是苍蝇闻到血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还是会 那怎么办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确保你分享出去的东西 是你有把握 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包含是说有些人分享 可能会连自己的帐号密码 就是他的程式码里面会有一些 资料库的连线方法的帐号密码 他都会想说一起包上去上传 那这就很危险了 对啊 所以一定要再三去检查 你分享的东西 真的是不会被骇客利用 真的 那尤其是主管公司 或是一个重要机密的人 也不能都太 太兴奋太骄傲 什么事 你看我做成了一个什么事情 珍宝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时候可能就让 有意犯罪者找到了可胜之机 OK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 白帽骇客高明瑞 Miko来聊天 我们这样聊着聊着 就是说 我很好奇 白帽骇客圈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圣碑 或者是圣母风好了 就是你想要攀越到那个标准 就最想要去攻 就是如果攻到 攻向那个山顶 哇那真的就是 蜘蛛人无误了 就是那种感觉 拯救全世界 有没有这种地方 确实其实白帽骇客 这个骇客圈 有个东西叫做名人堂 名人堂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 很多企业 像是Facebook 然后LINE啊 或是Google 他们都会开放 就是说 我开放骇客来攻击我们 那请你依照我们的规定内 那我会依照你找到的漏洞的风险 给你奖金 那其实奖金都还蛮高的 像是Google最高有给到 三到六万的美金 OK每一年都有吗 它其实就是一直开放着让你去攻击的 OK 只要你在它规范内 这样子吗 会不会一下攻击完了就没有了 就没有下一个 还是不但都会有 它其实就是 因为毕竟公司就会一直出新的服务 所以你就会一直找到新的服务的一些 因为一次 我因为在想 如果只是一次性的 这辈子又一次六万块钱不算多 但如果常常有 那真的是还不少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也是在开放让骇客来找 骇客也是一直不断的找到 可能是前波后继 对 但骇客也很开心 可以帮助企业改善风险 又可以去争当的拿这些奖金 那这样他就很强烈的竞争了 没错 超级竞争 因为万一有一个人比较 真的是比较厉害 他一下子就拿到那个六万块钱 他就解决那个问题了 你们就没辙了 对 所以在这些企业刚发布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前期都是比较好找的 但到后期大家就说 这个企业真的很硬很硬 真的不 像是说朋友可能说 我们一起来去打这个计划不好 然后这个计划可能已经run了五六年了 大家就 你确定吗 真的 你有计划五六年没有人打得下来的 有啊 像是Google现在就很成熟了 他们就这个计划其实已经运行很久很久 对LINE也是啊 对我曾经也找过LINE 但是是在他开放这个计划的 可能前一两年或两三年这样子 所以你有拿到奖金过 有我有拿到奖金过 那时候才高中 真的啊 厉害喔 那时候奖金多少 那时候拿到了两个漏洞 一个是一千美金 一个是一千五美金这样子 好像不错 对高中生来说 真的很够用 小时候还要去打工啊 对之类的 那想说好像不用打工了 就靠这个 对 真的好 哇 所以现在 那现在呢 现在你最想要去打的有什么 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尝试 生活之中有在用的一些服务 像是我可能本身有在用什么 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的 我会尽可能想要看这些服务 有没有有这种公开的漏洞奖金计划 让自己有用 那请问 既然公司都会这样子做了 那国家呢 国家 国家层级的防火墙 他们怎么样子去进行这种红队 蓝队的演练呢 其实有一些国 对 有一些国家其实是开放 让你去 回报这些漏洞 去试试看是不是 对 我记得是新加坡 他们有开放这个漏洞奖励计划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协助他们找到教育机构 因为我是听新加坡国手跟我说的 他们的国手 OK 对 你可以协助他们 你就可以协助国家去找到治安的漏洞 然后可以回报 回报给国家 那我们的国家是怎么做的 我们国家目前应该还是要看企业本身 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计划 所以要 目前还是依照企业本身开放的心态 然后去 你说企业 我们的国家 我们政府总有我们国家 政府的很多资讯啊 那他们怎么去确保他们的防火墙 所以他们目前国家在执行的 确保方法应该还是去 像是我们在执行红队炎链 比较随时企业去协助国家去找到 有这样子就是了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我们的哪些部位 也都是当机了 什么被骇客害进去了不是吗 所以他们会很 就是需要红队炎链去协助验证说 到底骇客是怎么攻打进来的 对啊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不是吗 对 所以红队炎链越来越受到重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吧这听起来红队炎链 竟然就是一个很很不错的工作呢 对啊 而且这工作应该不会被 AI可以取代吗 我觉得AI是可以辅助 因为太多太多的攻击项 我们一直科技不断的在进步 你AI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还算是有限 而且AI你不可控的就是 他会做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但红队炎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确保我们在攻打的过程之中 也要让客户的服务是保持可用性的 不然让客户的 诶 机器因为我们的演练 然后就当机啦 这个就比那个演练还要更严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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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觉得当一个白帽骇客需要 如果真的有心于此 因为这是真是我们刚讲的 这个网路世界的正义 正义的使者嘛 那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有这方面专长的话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 不错的一份工作跟算是蛮有使命感的 还是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我觉得至少要会一些 你要了解问题本质的 就是你要看到一个城市 可能我们自己心里就会知道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所以你本身城市开发一定要 要非常的广 你要知道每个城市 它大概上是在怎么撰写的 你才会猜想到 它后面有什么样子的治安风险 对 然后我觉得把它纳为是兴趣也很重要 有些人就会想说我要去学资讯安全 而去学资讯安全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痛苦 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那有很多人可能是本身在写城市 然后写着写着才发现 我其实对城市的风险是有兴趣 那你本身就有开发的经验 你就会知道 这些常常有漏洞有弱点的部分在哪边 那这个就会比较轻松去学习资讯安全 但是你刚才不断强调 你觉得人性事实上是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子去演练呢 其实人性它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治安的问题 跟一个88年次的人在讲人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人性 当然你自己本身要做好 资安的最低防线 就是你不要去把你的资料风险 就是放出去啊 或是说你要被诈骗的话 你切记不要去做转账 或是执席骇客给你的程式等等 那最低的底线你一定要坚守住 再来就是其实企业 也可以帮助这些风险 去做了一些改善 像是企业本身就不会用身份针当作是预设密码 这就非常重要 对你即使真的万一不信 这个资料外卸出去了 但他也没有办法被骇客当作利用的一个因子 等下回过头来就是做一个红队的演练专家 就变成你要去关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 就是了 没有错 OK好 所以听起来有关于这个 反正网络世界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一部分了 这个道与魔之间就不断的在消长当中 不断的在PK当中 但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希望的就是 损害越来越少 进步越来越多嘛 好所以看起来你会这个工作 你还可以做一辈子 我觉得只要科技不断的进步 资安就会不断的呈现 对感觉起来是这个样子 是啊 OK好 所以谢谢Miko到我们的现场来 跟我们分享这个白帽海语客很有意思 谢谢 谢谢 拜拜